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您都不知道 您这次这么倒下 把我和我妈真的都吓坏了 所以以后 不管发生多么大的事情 我都绝对不允许 您再发这么大火了 我还不是被你那个哥哥给气的 扶我起来 好 慢点 来 你看 气得差点命都没了 就我们这三天两头吵的 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要我说 干脆顺着儿子 就让他和甜心结婚算了 是你头晕还是我头晕呢 你怎么好好的就改变了立场啊 站到蚁强那边去了 对啊干嘛 你不是一直强调门当户队吗 怎么现在 有这个节骨眼了 总得有人退一步吧 要是甜心没怀孕 我还能坚持 可是他现在 怀的是我们周家的骨肉 你说我再这么坚持下去 对我们也不好吗 再说了 这吵来吵去的 吵得我都烦死了 我累了我 哎呀我投降了 这样就依着一想吧 至少这么做 我们也不会损失儿子和孙子啊 爸 其实我哥 他真的很爱甜心 而且我觉得 甜心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啊 你看啊 刚才哥要走的时候 还是他让哥留下来的 我觉得 他应该是个挺孝顺的人 您就成全他们吧 连干妈都打算退让接受甜心 我该怎么办 我还有办法让尹香回到我的身边吗 老婆好久不见了 老婆 你还想跟我玩捉迷草啊 你是想让我当街打你呢 还是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走 你行啊 生我的气了啊 我在生我自己的气 我太不会处理事情了 以至于两边都不讨好 天心 我真希望我爸妈能跟我一样喜欢你 他们愿意和你好好相处的话 他们就会知道你是一个多么好 多么善良的女孩子 可是他们对你的成见太深了 我真的好怕他们会伤害你 不用怕 他们伤害不了我的 因为我拥有你的爱 就像一层保护膜一样 处处呵护我 让我更加坚强 天心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善良 这么善减人意啊 因为 只有失去亲情的人 才知道亲情的可贵 你知道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 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 被父母疼爱 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在我心里 我一直认为 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的小孩 是最幸福的 也一直认为 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 是最重要的 所以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 跟家里人闹番 否则 就算我们结了婚 也得不到他们的祝福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遗憾呢 天心你说的我都明白 其实我爸妈也不是坏人 如果我能控制好我自己的脾气 好好地跟他们说 说不定这件事情 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好 我答应你 从现在开始 我会好好收敛我的坏脾气 设法让他们都愿意接受你 也让我们有一个开心的婚礼 你能这么想就代表你思想成熟了呀 我总算没有爱错人 说什么呢 我本来就很成熟好不好 你是吗 要我证明给你看看是什么 好啊 别玩了 很多人在看 别玩了 天心 我真的很开心你会认识的 爱什么 我真的迫不及待 要你当我老婆了 好啊 听说 你是容易够老板的单女 我之前怎么就没有听你提起过 其实 我只是周太太的远房亲戚 当年我爸妈出车祸过世 是周太太好情收落人 我也只不过是 寄人理下的客丸 没什么好说的 方大小姐 你真是太客气了 我知道 周家的人 对你是百般的疼爱 就当是 亲骨肉一样 想当初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爱的是天崩地裂 死去活来的 你说我怎么就忘了问你的 身家背景呢 没想到 你还有这么个实力雄厚的靠山呢 其实 干女儿三个字 说穿了也就是外人 我什么也拿不到的 要不然当初我也不会投靠你啊 干嘛把自己撇得这么干净 有什么好怕的 其实 我是一个特别有分寸的人 我只不过是想从周家 得到我作为一个干女婿 应得福利 有什么好担心吗 辽妃 这半年多年折磨我 折磨得还不够吗 求求你放过我吧 好 好好好 你别这样吧 你马上就要过这好日子了 这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只要你好好地配合我 等我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到时候 我自然就会放了你了 我自然就会放了你了 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很简单 很简单 你这样保重 就行了 你决定还要怎么做了吗 你决定还要怎么做了吗 就让他们两个回来吧 小心抬尽 妈你小心 老公 这里是谁的家呀 干嘛带我和妈来这儿啊 这里是我们的新家 所以呢 你就是我们这个家的 女主人了 你 你什么时候买的房子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说出来就不惊喜了嘛 以前呢 你不是一直说你喜欢住洋房吗 所以我特别选中了这么一个漂亮的花园洋房 怎么样 满意吗 满意 我真的是太满意了 这几天 你一直在忙工作 在家里也不出声 我都已经埋怨你好几次了 以为你都不在乎我 老公 原来你是在花心思挑选房子啊 真的谢谢你 我太感动了 喜欢这个房子吗 妈 这段时间我和小云在您那儿借助 受您很多照顾 所以身为一个丈夫 我觉得应该给小云一个家 所以我才买了这房子 希望您别介意 怎么会呢 只要你肯对小云好 你们夫妻两个和和美美 甜甜蜜蜜的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陛下先生 田小姐 请用茶 谢谢 谢谢 一详 我和你爸 念在甜心 怀了我们周家骨肉的份上 同意你们俩结婚 真的吗 天心太好了 爸妈答应我们结婚了 谢谢伯父 谢谢伯母 妈 爸 谢谢你们肯成全我跟甜心 之前我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顶重你们 我向你们道歉 今后 我跟甜心一定会好好地孝顺你们的 这下好了 一切总算雨过天晴了 你们先别急着道谢 陛下 你跟甜心结婚可以 不过你得答应我搬回家住 而且要回公司上班 好 没问题 我会尽快把陶王子的善后处理好的 还有 我会载你一份遗嘱 把周家的财产 重新分配一下 好端端地说什么遗嘱啊 有些事 我必须在田小姐进我家门之前 让她明白 你想 之前你口口声声地说你不在乎钱 所以我把周家的财产只分成了三份 一份给你妈 一份给乙安 一份我自己留着 等我百年之后 我的那份会委托律师 全部都捐出去 一分钱都不会留给你 你能得到的 就只有经历的职务 还有你应得的工资 老公这怎么行啊 咱们就乙翔这么一个儿子 你舍得一分钱都不给他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不管是谁来说什么 都不会改变我的心意 妈 就赵爸爸的意思吧 只要你们肯同意 我跟田新在一起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家产分不分给我 真的无所谓的 更何况 爸已经给了我一份 很好的工作 足够我们生活的了 嗯 伯父 我也认同您的决定 原本我们就打算 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 听乙翔说 您也是白手起家 我们也想这么做 总之 很谢谢您跟伯母的成全 既然你们都能认同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希望 你们以后不会后悔 今天所做下的决定 我累了 付我回房 老公 哥 恭喜你啊 你们这个苦名鸳鸯 总算熬出头了 你也终于报到美人贵了 哥 天心 不对 应该叫大嫂了 恭喜你们啊 是啊 雨翔 天心 我也祝福你们 谢谢 什么 雨翔家一点财产 都不分给你们呢 嗯 真不是你姐说他们贪财啊 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 我觉得这样才好啊 这样就不会再有人说 我是因为贪图周家的财产 才跟雨翔在一起的 啊 反正雨翔的工资也足够养活我们 而且我还有工作 别什么好担心的 你当结婚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还能让你出去工作呀 雨翔都已经答应他爸妈要搬回去住了 以后过的不是两人世界 你肯定要回去伺候你那男伺候的公婆 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 恐怕我出来工作 得先经过我公公婆婆同意才行 万一他们不同意呢 万一他们不同意我出来工作 那这家店就只能拜托姐姐你照顾了 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放心吧 我还有大可呢 倒是你啊 我只担心你嫁过去以后 怎么应付得了那男伺候的公婆 万一有事的话 你记得给我打电话 姐帮你出头 不会的姐 其实雨翔的爸妈人并不坏 只是因为观念不同 所以对我有点误解 现在他们也同意让我进门了 一切重新开始 你也别老记着那些不开心的事了 行了 行了 还没嫁过去呢 就听人家说话 不过你要记住啊 娘家的电话和娘家的大门 都为你打开着 有什么困难 一定要记得回来跟我讲 听见没有 谢谢你姐 乖 天心姐 天心 贱云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我要结婚了 真的呀 太好了 一乡那边没问题吧 他爸妈已经同意了 所以这几天我要忙着筹备婚礼 店里的事情 只好请我姐来处理了 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好了 嗯 你就放心吧 天心 恭喜你啊 你跟以翔等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真是太提你们开心了 谢谢 我今天来 其实也有一件喜事 要跟你们一起分享的 你怀孕了 你怀孕了 还没有那么快 是元凭买了一栋房子送给我 我要搬家了 真的吗 那我也得恭喜你了 谢谢你 天心 其实吧 我老公对我真的挺好的 他一直记得我喜欢带花园的房子 所以他居然偷偷买下来 给了我好大一个惊喜 搞得我那天都感动得不行了 太容易感动了呢 小心上当 姐 没事 我姐就要开玩笑 对了 天心 你什么时候办婚宴啊 我带着我妈还有老公一起参加 好啊 不行 田妮姐 我的意思是 我怕电影的座位不够座 要不 要不你就一个人来吧 哎呀 姐 没事的 位子不够在家就有了嘛 婚礼当然是越热闹越好了 郑云 你就把你全家人都一起带来吧 就这么定了 没关系 小云 天心 邀请我们去参加她的婚礼 是啊 妈 妈 你知道吗 天心的感情路经历一直很干渴 这次跟乙翔也是历经千辛万苦 才得到他们家人的同意 不过呀 她终于找到了好的归宿 我真的气她高兴 你说她情路坎坷 她以前谈过恋爱 她以前有个男朋友 两个人差点结婚了 可是男方家长不同意 无奈就分手了 元皮 你怎么了 元皮 你没事吧 怎么弄了一身呢 我没事 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累了吧 要不你去休息一会儿 不用了 我去洗一洗 你们先吃吧 好 小云 元皮 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妈 她一直都这样 她工作起来特别认真 我都说了她好几回了 她就是放不下 真的是 因为工作的问题 妈 她不为了工作还能喂什么呀 快吃吧 菜都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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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好 超装 好 我真该把你忘了 你送我的泳衣还蛮合身的 我好了你怎么样了 我还没好呢 你先出去吧 我马上就去找你啊 那好我先过去了 梁飞你来这里做什么 来这儿当然是游泳嘛 怎么你能来我就不能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上次我跟你说过 让你帮我个忙 咱们俩就可以过上飞黄腾达的好日子了 结果没想到 你一走就再也没有音讯了 你是在敷衍我吗 我没有敷衍你 但是你让我做的事情 我真的做不到 梁飞 你再给我点时间 行吗 你做不到 好吧 那我们就换一种方式 刚才我看到 你跟另外一个女孩也起见 她应该是你的干妹妹对不对 你别乱来啊 她可是我干爹干妈的宝贝女儿 谁要敢动她一根汗毛 我干爹干妈肯定找她拼命的 那太好了 我还担心 她没人疼没人爱呢 那样 我就没办法携天子以令诸侯了 你想干什么呀 你别管了 反正 我现在是不指望 你会主动出街 所有的事就交给我去安安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配合我演好这出戏 唯一的事就累了 slope crackers 你 你 娘 绿团 你 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 是不是不舒服啊 刚才是有点不舒服 要不然你先休息一下 我现在好了 可能是好久不来运动 不太习惯 那我先进玩一会儿啊 我还不太会呢 我先走了 注意安全啊 放心吧 廖妃她到底想干嘛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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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出去 救命啊 我不会游泳 你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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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我来救你 放开 原来梁妃打的是这个主意 来 先喝杯热咖啡缓一缓 谢谢 你还好吧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不过 多亏了那个好心人救了我 不然我就真的沉下去了 这么巧 又碰到了 刚才真的是不好意思 让你受到那么大的惊吓 没事 我向你表示我的歉意 是我不小心碰到你的 再次向你道歉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真是对不起啊 算了算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的 而且你不是也把我救上来了吗 公公相抵 我们散扯平了 你人真好 哦 对了 我姓梁 我叫梁妃 请问小姐你贵姓 嗯 我姓周 叫周一安 哦 周小姐 幸会 幸会 啊 哦对了 我希望可以 再一次表达我的歉意 所以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可以请两位小姐 一起吃个饭 也正好 给周小姐 押心赔罪 真的谢谢你了 可是我人不太舒服 我想 我想先回家了 以后有机会吧 彤彤 咱们走吧 晚上老地方不见不散 你们家办一个婚礼不会请这么多人吧 哦 正是因为我爸决定在自己家里办婚宴 待经场地不够大 所以才请了这些人 不然这宾客的名单还会更长呢 哦 哦 那在家里办就这样 那要全部请来 不是要做个展览中心才行啊 应该是吧 别瞎说 这个会议中心有什么了不起的 哪天来的人哪 没有几个是送上真心祝福的 肯定有几个是送上真心祝福的 那几个李涛肯定有我 哦 郑云 你来了 郑经理 快来干什么 李翔 恭喜你了 你能娶到甜心这么好的姑娘 你一定要好好爱护她 疼惜她哦 我知道 你放心吧 谢谢你 郑经理 不用那么客气 叫我郑云就好了 怎么说 我也是你和甜心的美人嘛 你们结婚的那一天 我一定带着我们全家一起去祝贺 我不是说了你不用来了吗 甜妮姐 那个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来 但是 你老公呢跟我们不熟 所以呢 我们怕招待不招我就不要来了 我可以不带我老公来 但是我一定要带我妈来 那更不行了 甜妮姐 你就答应吧 毕竟婚礼一辈子就只有一次 我们真的希望真心能来祝福啊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听不懂啊 我说她是外语啊 姐 你怎么了 干嘛对郑云发这么大脾气啊 是不是 那不方便的几天到了啊 你才这几天不方便 好了好了啊 你们不用管我了 我 我热 我看这件事情 我们晚一点再谈好了 好好好 对对对 你别担心 我会再好好劝劝我姐的 郑经理对不起啊 我们约了婚纱店是礼服 我们得走了 好 姐 账本在抽屉里面 你帮我跟郑云对账 我们先走了 好 拜拜 慢点开车啊 再见 拜拜 我眼睛又不舒服了 你去帮我拿个眼药水 快点啊 我是你老公又不是奴婢 那 走烦了你啊 奴婢遵命 我要那个红的 知道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当着甜心的面 逼我同意你带着那个女人 来参加婚礼啊 再怎么说 我妈也是你们的母亲啊 行了行了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俩没有妈 那是你妈 我告诉你啊 我让你来已经是极限了 你要是再逼我 你也别想来了 姐 够了 你不要再说了 姐 给 自己看 甜妮她不让我去参加甜心的婚礼 嗯 妈 你坐吧 妈 我明白你的心情 所以 我觉得 到甜心结婚的那天 我们直接闯进去吧 到时候那么多人 我想甜妮姐 也不好把我们赶出去吧 甜妮那个火爆的脾气 见风就是雨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看 还是算了吧 妈 你已经错过了大姐的婚礼 难道还在错过甜心姐的吗 为了不留下遗憾 我想 稍微自私那么一点点 应该不过分吧 好 就听你的 妈 你帮我看看 这是我选的沙发 好看吗 你觉得哪个好看 嗯 这套不错 袁平 你过来一下 这个设计还不错 嗯 老公 你们两个帮我看看这个 今天设计师给了我两套沙发 你说哪套比较好 随便吧 你喜欢就好 我就是不知道哪套好嘛 你看 紫色的是不是挺时尚 好像咖啡色的又很优雅 哎呦我真的不知道学那套 你说那套好吗 我跟你说喜欢就好了 这看起来不都差不多吗 哦 那我自己决定好了 那我自己决定好了 你肯定是累了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啊 嗯 袁平 嗯 你最近是不是工作挺累的 我怎么觉得 你最近心情好像老是起伏不定的 一会儿买房子送给小云 一会儿又对她这么冷淡 你到底是怎么了 可能工作压力真的很大 我就不太想说话 但我相信小云能够理解 就算她能理解 但内心难免会受伤 我希望你对她的态度尽量好一点 嗯 我知道了妈 好 其实呢 我呢 也不想当个啰嗦的伯伯 但是你知道 我从小一手把小云拉扯大 她从小没有父亲 我内心 一直觉得亏欠她很多 所以才会对你这么唠叨 希望你不要太介意 我怎么会介意呢 妈的意思我明白 我会注意的 那我先回房 好